浪漫可能會去思考 我花了這些行銷預算 到底能夠換到什麼 到底能不能變現 公司做行銷的唯一目標就是賺錢 無論是找inhouse或請帶到公司 老闆的目標都一樣 就是東西賣得出去前進的來 有些老闆可能本身非行銷背景 或是對行銷沒有概念 又或是不知道接下來要做什麼樣的行銷項目 浪漫可能會去思考 我花了這些行銷預算 到底能夠換到什麼 到底能不能變現 但不管什麼情況 品牌都有一個概念 就是行銷漏斗 大概分三層 曝光增加知名度 互動增加考慮度 轉換增加銷量 所以如果是第一層曝光就要馬上轉換 不是不可能 只是量可能沒那麼大 尤其是針對新品牌 另外其實也可以把行銷漏斗 想像成是一個新的對象 從認識他喜歡他到嫁給他 所以認識他到嫁給他有一段距離對吧 所以回到品牌也是一樣 品牌曝光認識品牌到 品牌與大眾互動溝通 喜歡品牌 目標當然就是第三層的轉換變現 那當然還有後續的流程跟回購 所以其實就是看 品牌在行銷漏斗的哪一個階段 然後需要用到什麼樣的工具 什麼樣的策略 而目前能夠加速行銷漏斗 進行的就是斷音策略 透過影音方式呈現 同時讓品牌做到曝光 跟觀眾互動 跟觀眾做品牌的溝通 增加品牌的印象度 同時更快速拉近品牌跟受眾的距離 引擎 感谢观看